少女来自庙里养病 庙中的小和尚见状 连忙为她盖好被子 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女孩 出于好奇 她便想要探索一下两人的不同之处 女孩很快就被惊醒 直接伸手打了她一巴掌 小和尚吓坏了 连忙双手合十 喃喃自语的祷告 女孩觉得可能自己下手有点重了 便想安慰她 正巧师父赶来 女孩才紧张的赶紧出去了 师父一眼就看出了土地的不对劲 但她只是看破不说破 因为这就是她一直以来教育徒弟的方式 春天 深山的湖泊上漂浮着一方寺庙 寺庙中住着两个和尚 小和尚安庆经常去湖边玩耍 她将石头绑在小青蛙身上 让她负重前行 还把石头绑在小蛇和小鱼的身上 看着他们挣扎的样子 安庆总是乐得哈哈大笑 师父在一旁看到了这些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趁晚上安庆睡着时 也把一块大石头绑在安庆的身上 第二天 安庆一觉醒来就觉得很难受 便恳求师父帮她解开 师父问她 不是也将石头绑在小青蛙 小蛇和小鱼身上吗 安庆承认了 师父让她背着石头走一圈 安庆没走两步就走不动了 师父让她去找到那些小动物 帮他们解开绳子 这样才能帮她解开 如果那些小动物死了的话 那么今后在安庆的生命里 将会永远背负着这颗石头 安庆背着石头艰难的上了山 在一块石头底下发现了小青蛙 他帮青蛙解开绳子 青蛙立刻变得有活力了 可等他找到蛇和小鱼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早就不能动它了 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他知道自己错了 师父在一旁默默的看着 他知道安庆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 转眼小安庆已经长大了 这时正值夏天 一位母亲带着女儿来到这里 女儿的身体也很虚弱 母亲想让她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 安庆将两人带回到庙里 这还是她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女人 她有些紧张 又有些好奇 她总会偷偷地观察女孩 似乎女孩的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让她总是忍不住 想多看两眼 第二天 安庆送走了女孩的母亲 等回来的时候下起了小雨 女孩很忧郁地在雨中发呆 安庆连忙拿了东西为她遮挡 女孩回到屋里换下临时的衣服 安庆又突然开门 想说点什么 可是看到眼前的景象 她只好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等女孩出来后 她又跑去跟女孩道歉 并告诉女孩 不能坐在那个上面 师父看到后会生气的 女孩转身回到屋里忏悔 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了 没会儿就睡着了 这时安庆正好进来 帮女孩盖好了被子 但她又实在忍不住好奇 便将手伸进了被子里 女孩惊醒后 直接一个大巴掌扇了过去 可这一巴掌并没有将她的鱼往扇面 反而让她更加控制不住 她带着女孩来到了小时候 经常抓鱼的地方 女孩被这清澈的湖水和小鱼所吸引 安庆也被女孩所吸引 她扎进湖里 为女孩抓来了一条鱼 女孩却被突然抖动的鱼吓了一跳 安庆不由自主地伸手 抚摸女孩的脸颊 她还想再看看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女孩觉得不对 直接将她推到水里 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安庆睡不着 她偷偷地看向女孩 女孩睁开眼 安庆又连忙转过身 第二天 安庆在表演划船 突然 她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一旁的女孩 担忧地寻找安庆的身影 安庆一个出其不意 将女孩拉到水里 两人是陆陆地爬上小船 安庆将船划到了很远的地方 在这里 安庆还是没能忍住破了戒 两人正式成为了男女朋友 甚至到了晚上 安庆还会偷偷地去找女孩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像热恋的小情侣一样 时时刻刻都待在一起 他们将两条小鱼放在鞋子里 像是此刻的两人一样 虽然在一起 却没有自由 这天晚上 安庆和女孩偷偷划船出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师父才发现被小船带回来的两人 师父还是什么也没说 也没叫醒他们 只是拔掉了船上的筛子 不一会儿 小船上的水越来越多 安庆慌乱地往外摇水 他知道师父已经发现了 他跪在地上请求师父的原谅 师父却说 发生了这种事 也是人之常情 接着他又问 女孩的病好了没有 女孩说已经好了 师父说 这就是治病的良药 原来女孩得的是阴阳不调 是安庆治好了她的病 说完 师父便将女孩给送走了 可安庆实在忍受不了 跟女孩的分开 当天晚上 他辗转反侧 死去万千 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离开这里 去寻找女孩 于是他带走了一尊佛像 和师父养了一只鸡 便因然决然地离开了 安庆走后 师父睁开了眼 他早就料到了 安庆会这么做 但他没有阻止 也没有办法阻止 睁眼不知过了多久 秋天到了 树叶已经变红了 师父的步伐 也变得越来越笨拙 缓慢 这天他在吃饭时 无意发现了 报纸上的通缉令 一名30岁的男子 杀气在逃 而照片中的男子 正是安庆 师父长叹了一口气 没过多久 安庆就逃回到了这里 师父将他接了回来 和此时的安庆 已经和遗忘大不相同 他留了长发 眼神中充满了力气 脾气也变得异常的暴躁 他向师父抱怨 自己过得很痛苦 爱成为了自己唯一的罪恶 自己心爱的女人 跟着别人跑了 这样他再也受不了了 师父告诉他 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放弃一些 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喜欢 别人也喜欢的东西 可安庆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 他的心里只有愤怒 他不停的发泄 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师父在岸上看着他 沉默不语 回到寺庙里 安庆始终无法静下心来 于是他写了三张壁子 贴在脸上 打算自尽 在门口的师父听到动静 及时赶到 他生气极了 拿着棍子将安庆打了一顿 还将他吊了起来 紧接着 师父一言不发地 用猫尾巴在地上书写心经 不一会儿 吊住安庆的绳子终于断了 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割断自己的头发 重新穿回僧衣 师父让他用刀 将地上的字刻一遍 说每刻一个字 他心中的愤怒就会少一点 可每刻几个 就两名便衣警察赶了过来 安庆见状 立刻颤颤巍巍地举起刀 警察也向他发起警告 师父见状怒斥安庆 为什么不继续刻字了 安庆听完立刻俯下身 继续刻字 师父向警察请求 让安庆刻完字 再带他离开 警察同意了 就这样一直刻到了夜幕降临 也没有停歇 一旁的警察似乎被安庆的行为所打动 主动为他拿来蜡烛照明 天刚蒙蒙亮时 安庆终于刻完了 他累得倒在地上 睡着了 师父和两名警察 一起将经文涂上颜色 全部涂完后 师父将安庆叫醒 告诉他是时候该走了 醒来的安庆看到满地的彩色经文 终于放下心结 他拜别了师父 被警察带走了 可奇怪的是 三日乘坐的小船 却始终停在原地 直到安庆回顾头 师父向他挥手告别 船才恢复了正常 安庆走后 师父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他在纸上写了五个壁子 封住了自己的蹊跷 坐在船上的柴堆里 船上的蜡烛点燃了柴堆 师父在熊熊烈火中 圆寂 很快冬天到了 安庆醒满释放 又重新回到了寺庙中 可这里再没有师父来迎接他了 他打开庙门 看见了师父的僧袍 又来到了小船旁 砸开冰面 去捉师父的舍粒子 接着用冰雕了一座佛像 再把舍粒子放在冰佛的眉心处 就像是把师父 雕成了晶莹剔透的冰佛一般 之后他又在冰面上 早开了一个洞用来取水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安庆就开始心无旁骛地专心修行 这天 一个抱着孩子的蒙面女人来到寺庙中 他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跪在佛前不停地祷告 不停地哭泣 等女人睡着后 安庆走了进来 想要揭开女人的面纱 但是被女人制止了 半夜等安庆睡着后 女人丢下孩子离开了 但由于走得太过匆忙 一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 这个冰窟窿 是安庆为了取水凿出来的 他没想到却害死了人 为了赎罪 他找了一块石头绑在身上 抱着佛像向身上负重前行 就像是小时候绑住的小鱼 小蛇 小青蛙一样 他来到顶峰 将佛像放到了山顶 闭目合时 既是赎罪 也是修行 多年之后 又是一个春天 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 女人丢下的孩子 变成了小和尚 而安庆经过多年的修行 也成为了跟师父一样的 得到高僧 这个小和尚和安庆小时候一样 他将一块块的小石子 放进小鱼 小青蛙 小蛇的口中 做完这些恶作剧后 小和尚也哈哈大笑 远处山顶上的佛像 也静静注视着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而小和尚也会和安庆一样 懂得是非对错 经历世间红尘 体会人间冷暖 感知奇情六欲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小果汁 我们下期见